上个礼拜大概重点就是把那个开发环境 我们大概介绍了这个课程 然后呢主要几个部分呢 包含就是说我们上课的东西都放在云端上 所以云端的网址在上面 可能要自己记一下 OK 这网址其实还蛮好记的 里面的话呢 如果每一次上课你都想要回去 收到那个完成的上课影片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教学论坛 那请自行加入这个 我们推广部这个 一一一这个记得不要加说 因为还有其他班级 一个上类似的课程 然后大概第一个 你要先登录Google账号 然后呢 删请成员资格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告诉我你的名字 学号啦 应该说我学号吧 如果没有学号至少 你要让我知道你的名字 然后呢 我就会帮你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的话 那每一次上课呢 基本上呢 就会有一个清单 在这里下 上一次上课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 甚至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 这个mail 其实它也会自动记 就是我贴 我会把它贴到论坛 它会自动转 email到你的信箱 所以理论上 你可以收到这个完整的影片 这个有个YouTube连结 OK 然后呢 上面告诉你说 上个礼拜上了哪些东西 OK 然后呢 你只要有些细节 假如不太清楚的话 那请各位回去 再把可能你比较不熟的 像懒人包的设定 或者建立专案 模组 设定什么呢 UTF8 推运资源 或者是关系预算值 逻辑判断 等等的这些 OK 那甚至上个礼拜我讲到 有下周的相关预告等等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回去 假设有些细节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你就回去再把它稍微听过 OK 那我大概再把上个礼拜的重点 回顾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还不太熟 第一个安装环境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去找到懒人包 在安装环境里面呢 你就把两个档案下载下来就好了 哪两个呢 到后面这两个啦 2019的 那这个是我们开发的环境 这个是我们的韩式库 所以你把这两个下载 另外还有TGW就是中文化版本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是那个环境是英文的 我看的不是很舒服 可不可以帮我变成中文的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帮你变一个好了 OK 那它其实是 一个一个上面官网上 有提供中文化的那个语系 就是有一些 比较佛心的上一层 可能是帮忙翻译的 但是它翻译不是百分之一百 可能大概七八成也够了 所以如果你对中文的那个环境 有需求啦 你就解这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32位元的 OK 如果你比如说你们 有些人还在用 Windows 7的32位元 那你当然 这两个都是64的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用 那怎么办 你就用这一个好了 特别趣哦 另外一种状况哦 这两个如果你现在用的都很不顺手 好像之前有同学好像这两个都不太能用 那没关系 你可以用32 因为你的64位元的环电脑 Windows 10的话 其实32跟64都可以用 OK 那这个环境的话 好处就是说它是可吸的 什么叫可吸的呢 就是说呢 它随时你只要下载解压缩就可以去使用操作了 好 那这个下载 那其实我看一下 这个好像我记得 这两个都有下载过啦 所以我就大概 有些细节我就不太demo 那我看一下 我跟各位讲过说 你们最好是放在我们电脑里面的低叠 那因为什么放低叠 因为低叠里面不会被删掉 OK 然后就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把它解压缩 不过呢 我这一次的那个2019的这个版本 这个这个版本 有没有 跟上个礼拜的有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因为我把这个移过来好了 把它移过来 移到低叠好了 OK 那这个跟上礼拜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我把这三叠好了 最大的差别 就是上这个2019里面呢 我有把它就是 因为最大问题之心的话 就是找不到Java Java的实行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就直接干脆 我这个先把它改名之后 改成old 给上个礼拜的 这样 其实你说为了好几个版本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Equilibus 它是免安装版的 不会冲突 我就按右键解压缩 支持就好 那解出来的话呢 它一样叫Equilibus Python 那解出来呢 跟上个礼拜的最大差别 就是这边呢 我已经帮各位把那个Java的环境 把它放在这里 OK 也就是说呢 以后啊 如果你假设执行这个Equilibus的时候呢 它跳出那个什么 找不到Java 像这个环境 找不到Java的问题 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就是修改它的那个什么呢 修改它的这个Java的位置就好了 它为什么 它这边跟你讲说 它找不到那个Java的Round Time JRE 那实际上 我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我预设的路径是放在C碟底下 OK 如果你放D碟的话 你可能改一下 改什么地方呢 其实只要改这个档案 上面这个Equilibus的执行档 下面它有个Ini的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的 齿纹的就是设定档 那我只要怎么样呢 跟它讲说 我这个Java是放在这个目录底下的Java 里面的这个B 里面的有一个 叫什么Java的 就这个 Java的 应该W这一个 它好像就是找这个执行档 所以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呢 修改 如果到时候你Round的时候 发生这个问题 你只要改这个档 那改的方法呢 记得按右键 按下编辑 编辑里面的第二行 第二行里面的话 你只要把什么 它本来 假设了 我们我预设是在C碟底下 那如果说你换到低碟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C碟改成D碟就可以了 其他呢 就不用变动 OK 也就是说啦 其实我已经帮各位把Java都放过来了 所以你把它储存 然后再做什么呢 直接点两下 有没有 马上开起来了 就这样而已啦 只是这个地方设定会比较会有问题之外 其他应该都还好 然后呢 Wallspace就上礼拜那个Wallspace 我们一样放D碟底下 会有一个叫Python的Workspace 我允许一下 OK 那就是把Workspace设定在D碟底下 然后Wallcom这个关掉一下 那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呢 我们之前 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其实也都会打开了 其实也没什么变 那大概就就是复习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 我们就是把Equilibus跟那个什么呢 跟Python串在一起 最重要的设定主要在这边 Window底下的这个Preferness 设定两个地方 这个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 所以如果相关细节 假如不是很清楚 我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从云端 刚刚这个云端上面 找到云端白板的第一个单元 这个建置Python的这个开发环境 那里面的话呢 我就有提到 就是说设定的这个路径 这解压说 刚刚讲的 那主要呢 有几个地方 Equilibus这边找到什么 PyDiv的这个Interpreters的PyDiv 那云端上其实也有放那个路径 这边吗 这个Shortator 他会跳这个 他问你要不要做一些什么 要不要看什么东西 反正不要把它 那个Shortator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刚刚那个地方 做一个设定就可以了 这防毒程式允许好了 OK 因为我们有装防毒 所以他会跳出这个 OK 然后呢 特别注意哦 那如果你这里面没有的话 记得就是New Browse 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我们的低碟底下的这个啦 Python的374 这个也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解压说部分 那你就指向它 指向它的Python.exe 把它开起来 按OK就可以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他这边会 会没办法按OK 那这样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General General里面的Workspace 要把它改成UTR8 主要改两个地方哦 只要这两个地方修改完毕之后的话 那我们的 这一个 Python的开发环境呢 那已经就ready了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你大概 有些细节 我上一半有讲过啦 所以有些部分 我想如果你还有问题 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这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影片教学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后面 上礼拜 大概就写了几个简单的程式哦 包含就是说呢 比如说 我今天呢要 把A等于5 B等于3 然后两个加在一起把它print了出来 诸如此类相关列席 然后又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输入年龄之后呢 到底他是成年还是未成年 这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把上礼拜的环境 先准备好 然后呢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后面其他的城市部分哦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好 谢谢大家